高架橋下駕駛開在內線道定速向前 右前方一名藍衣男騎士 突然一個鬼切 從機車道直接切進來 連人帶車噴到分隔島 電動機車翻了180度 整部車道掛卡在分隔島上 告示牌被撞毆 白車則是停在原地駕駛愣住閃 都沒得閃 原來騎士想超捷徑也沒注意 後方來車就直接切車道 這起車禍發生在上個月 高雄市人武區城關路一段 也就是國道10號底下道路比直 機器車的車速都偏快 39歲的細心騎士懶得逮轉 竟然直接往內切 實際回到社固地點 現場有明確的標誌 V字插路直線汽車以及重機通行 現在問題 有的人他就覺得說不會怎麼樣 那邊的標示有很明顯嗎 應該不算明顯 所以找這個人大概都知道 變換車道不當 導致於黃南駕駛自小客車 右側車身發生碰撞 線然向前滑行碰撞 放置分隔島上只告示牌 另一起車禍發生在同一條路上 距離一公里處 一名十九歲的蔡姓女大生 在路邊倒地身亡 親友還以為是有人招逃 結果警方進一步釐清 確認女大生是自撞分隔島後 又撞路數才導致傷重不治 TVBS新聞 吳中勳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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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